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陆陆续续上线94个英雄 而这些英雄有的很肉 比如坦克,辅助,战士 而坦克作为团战中主要成商点 经常是团队中兽气包一样的存在 经常出现赢了跟坦克没关系 输了坦克背锅的局面 所以现在越来越少玩家会主动玩坦克了 而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坦克中坦度最高的前几位 他们分别都是谁呢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前期白起其实很脆 但到了后期 当白起的血量堆起来的时候 白起的坦度其实不容小觑 由于大招有嘲讽能力的缘故 白起可以控制对面2.5秒 并且白起的被动有减伤效果 一技能也有回血效果 所以白起不容易被对面秒杀 所以最常见的坦斧 张飞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肉刀发麻 不过这是开启大招后的张飞 而且开大过程中还有控制效果 这才是最关键的 不过由于张飞没有免伤机制 所以碰到吕布 马可波罗 还是会非常难受 要说当前版本最肉的坦克是谁 绝对被项羽莫属 首先 项羽的被动和技能都可以打出减伤的效果 双40%减伤叠加起来就是64%减伤 这让项羽碰到真伤英雄也没有那么怕 而且项羽2技能被动还能额外提供大量血量 最关键的是项羽刚刚被加强坦度 再加上自身的控制时间 所以即便是碰到真伤英雄 项羽也不会被秒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 by bwd6